台积电交出了史上最亮丽的第二季营收之后 今天股价没再客气的直奔1080的新高 代飞大盘直接大涨400点 来到24416双双创下新高 市场上现在似乎弥妙着一股 现在不买会错过行情的那种焦虑 但问题是今天更进一步传出的台积电 下周市产两奈米苹果会是首批的用户 这也让7月18号的台积电法说 更受到期待跟瞩目了 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 看望台股 五不穷 六不绝 七穿金 八代银 台积电之外 还有更猛的 长势更疯狂的 就是答案在我们眼前的三个箱子 两个袋子之间 为什么 所有你想知道的营收加速器 就藏在这里面 对 没错 就像你知道吗 事实上今天的台股或是台积电 真的强到我们有朋友 台股真的屡次创新高 台股已经连七红 那盘中最高已经来到24416点 我记得几个礼拜前 大概讲说23220能不能战 233能不能战 现在已经到了24了 好 另外一个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盘中又触及了 1080块的历史新高 它最后也是收到1080块的这个新高 大涨35块 那为什么会大涨呢 它目前的市值已经来到了27兆 已经写在台股的历史新高 那我们知道说昨天刚好是张忠谋先生的生日 对不对 它在2018年6月退休的时候股价是220 到今天已经来到1080块的时候 已经高赚了3.84倍 它自己的身家也突破新台币1000亿以上 好 那为什么台积电会这么强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昨天下午公布了营收 它6月营收是2078.7亿 事实上较前一个月略微衰退 但是年增了32.9% 那年增32.9% 尤其是最亮眼的是第一季的营收 是6735亿 即增13.6% 这个数字是它的单季历史新高 而且就像你知道吗 它这个6735亿的营收 打败了台积电自己的猜测 而且也打败了大多数人 这个法人的预期 法人预期大概是6500亿 结果没想到还多了200亿 你就知道说台积电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强 追问一个问题 718台积电法说之前 怎么看台积电的走势 对 我觉得台积电有可能会 缓步的一直往上垫高 因为法人现在经过昨天的这个财报之后 现在大家又要开始上修台积电的评价 很焦虑 对 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来说 最焦虑的人是没有在车上的人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应该大家都会慢慢的想办法 在718法说会之前建立一些仓位 但是718法说会就变得非常重要 如果他没有讲的比 当然预期要更好的时候 那时候不排除 搞不好会有回修的可能性了 那就是这样 好 我们讲到了6月营收 还有另一强是哪一强呢 联法科 对 没错 台股一直往上冲来说 不只是只有台积电 联法科也是一样 他6月营收是430.92亿 是近三个月的新高 然后他月增是2.2 年增是12.7 对 尤其他第二季的营收是1272亿 年增29.6 然后上半年的营收 是年增了34% 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那你知道吗 事实上他在今年第一季的时候 5G的这个占有率来说的话 手机处理器已经占有29.2%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已经超车这个全球另外一家高通 已经登机了 另外一个你知道 在去年同期的时候只有22.8 也就是说在一年间的时间里面 他市占率至少增加了6到7% 那尤其是他的手机呢 未来更看好 就像你知道吗 在下一代的这个三星的 这个Galaxy S25的手机里面来说的话 因为他自己三星目前遇到很大的问题 高通的晶片 自己的处理器都出问题的时候 他可能会用这个MTK 就是联发科的这个手机晶片 所以联发科当然还有可能会有这个燃料 继续让他往上冲 那你根本不用讲 AI处理器也是一样 我们台湾 我们昨天不是讲吗 台湾6月出口好 我就跟你说一定代表这些营收得很好 你看广达 伟创 或是音业达 他们的第二季营收 要么就是创新高 要么就是这几年来最好的这个状况 尤其是广达 广达你看6月的营收是10周月来的新高 然后第二季是同期的新高 上半年是同年的这个次高 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 因为整个代工的伙伴非常强的关系 当然从上游 联发科 或是说上游的台积电 当然也不会差 好 事总刚刚提到的 6月的出口涨势 创下28个月来最迅猛的成绩 你不要忘了 出口要有人运 航运股太厉害了 是 没错 我们到阳明也公布6月营收 它6月营收是207.2亿 然后月增是22% 年增是66% 你看现在台湾的营收都是年增月增的这个状态 真的很厉害 很多国家都没有这样的成绩 那尤其是它又营收又突破了200亿 那上半年营收是963亿 年增33% 那董事长郑正茂对业绩的反应是说 因为我们到前几个月的这个红海危机之下 报价在往上冲 他说它是反应前两个月以前的报价 那最近几个月又在涨价 所以接下来下半年 它营运它其实是不看淡的 不看淡的 那另外还有两家厂商 这个其实最能够告诉你说 我们目前为止的内需到底怎么样 第一个统一超写下最旺的第二季 然后全家创下单季的次高 那么统一超目前为止 电数已经来到7018家 它六月营收来说278亿 年增6.3 是单月新高 那第一季的营收是1639亿 上半年的营收是1639亿 年增是7.9% 这都是非常好的成绩 那全家的这个电数是4258家 它六月营收是87.9亿 年增4.3% 然后上半年营收也是略增加6.6% 所以告诉你说 其实可能在台股的效应之下 或者说他们有非常多的这个 稀客招数 让他们营收往上串高的机会 今天是7月11号 7-11的生日 你来看看他的树敌死敌 全家怎么展现相爱相杀 对事实上我觉得这个 我们国内的这些小编们真的很厉害 为什么这样讲 今天刚好是7-11的生日 对不对 你看这是全家 他贴出来一个 祝这个全家小编隔壁同事 7-11生日快乐 你看就这样 因为7-11就在旁边 你看他就弄这样一个 两个互相的这个 蹭对方的这样一个感觉 你就知道说 他们真的是 不只是超商打得很凶 在文圈上面也要互别人瞄头 不过我跟他讲 下半年其实 尤其是第三季 其实是传统这个通路的旺季 特别是对这个全家 或是统一来说 为什么 因为夏日大家会喝饮料 你一进去的时候 不可能只有买饮料就走 所以顺便买很多东西 这就是西客 夏天的饮料是非常重要 但是现在他们又找到 另外一个西客的方法 什么方法 那就是 福袋 福袋不是只有过年才有 不是啊 现在要 这个暑假也要福袋 譬如说你看 这个7-11就推出了 Snooby的这个福袋 它有六种价位 然后有七种商品的结构 然后合计有19款的 这个限量福袋 那你看 因为他跟这个Snooby互相的合作 你看很多都是Snooby的这个logo 然后售价是从499到这个1499元起 然后这个抽奖来说的话 奖金破千万 然后投奖可以独得市价 180万的黄金啊 吓死人 所以过年才看得到福袋 他这个暑假就现在才刚刚开始 对 准备要摩拳插涨 推出福袋变成营收加速器 当然 7-11出卡锅啊 对为什么 全家怎么可能 当然啊 束手在那里 就像我问你 现在股市赚大钱 所以有人看到这个福袋 哎 买 所以现在是买器会很强的时间点 另外一个全家是说 我指定20块以上的这个饮料 你两件话可以用49块 加个很多捏捏球啦 或是99块这个变脸的公仔 公里进来就对了 还有299年加购三立欧的这个水壶 他都跟三立欧 或是跟一些公仔互相合作 然后他还推出三款这个 你看世界级的这个中原普渡箱 我们就前面有一个普渡箱 这样一个状况 那除了这个全家跟统一 他们两个当然是互相在PK之外 你不要忘记 我们国内另外一个大咖的全联 他这次他也加入 那他是早跟大润发 他们一起核发 核发来说的话 这个是他们的售价约模式 666到1800 然后限量有5万组 然后他跟知名的 这个法国的军确品牌 互相合作 然后他的大奖是什么呢 他的大奖可以抽两台 Discovery Sport运动休旅车 这个价值是冷霸斑啦 所以他们就说 因为福袋的关系 他们自己都预估 如果真的福袋 大概可以推进他们业绩 一层到两层的空间 那福袋又是一个西客机 你进去里面买饮料买福袋 当然会买其他东西 这就是他们的这么的盘算 好 我们今天给大家传的各家的福袋 最共的都在这里 是 香香队 你来告诉我们 这是不同的福袋 是 怎么样变成营收加速器 对 没错 就像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是统一的 统一来说 你看他这一次 7-11 你看他这个箱子 是跟史努比互相合作 你看这个箱子 光是这个箱子 你可能在外面就很难找得到了 对不对 他可能就有本身它的价值 另外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它里面的东西 你看我们随机弄一个 你看它里面有饮料 这个都是生活必需品 饮料罐 还有这个零食 还有卫生纸 还有这个手机 这样一个状况 它主要是这样子 说来说没什么遗憾 可是你把它放在箱子里 你就会想要来买 一个它这个里面的价值 绝对跟你买的价格差不多 真的呢 对那这个也是一样 这是这个全家的 它叫世界级福袋 世界级的这个普渡箱 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用的 真的是普渡箱 对它除了这个 这个算是手机之外 另外你看都是普渡可能要用的 一些包括说洋芋片 泡面 说雪鱼香丝 或是说这种汽水 或是这种水 这个箱插下去直接可以拌 对对对 所以它叫做超级的 这个普渡 中原普渡箱 你看这个价钱 它们都有一个方法 就是它里面你直接去算 它绝对会让你物超所思的感觉 对那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应该是全联的 这个全联的 对你看这个箱子 它是跟这个外国品牌互相合作 这个背起来是很厉害的 对没错 尤其是这种是爸爸妈妈妈 或是说阿公阿嬷 买东西喜欢用的 对 你看它里面来说话 你看比较特别是 它有跟法国军学品牌的 这个合作的雨伞 还有这个所谓喝水的水壶 那里面来看的话 其实就是 你看它有日常用品 也是日常用品 卫生纸 或者说清洁剂 甚至是包括说像 这个所谓卫生纸 还有包括说像饮料 这样一些东西 那最后事从我就问你 福袋过年才有提前暑假来开杀 它如何扮演营收加速器 我跟大家讲 事实上这种福袋 它们都会用一种 所谓的心里面的因素 第一个 因为你福袋 比如说花499 399的话 它跟你说 我们的价值 绝对不会低于你的这个状况 你可以算一下嘛 其实大概都是跟你买的价钱差不多 但是有一个期待感 期待感是什么呢 第一个 你可能未来可以抽到大奖 比如说像 7000可以抽到黄金 那像全联可以抽到什么 汽车啊 所以大家很开心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有这种期待感 再加上说 其实你买回去来说 也都是日常生活用品 买回去 也没有关系 所以我才说 现在这个所谓 全家这些通路啦 或者说全联这些通路 真的是想方设法 虽然说是带给我们好 但是也带给他们营收 观众朋友 我们看到现在台湾是 出口内需 刚假相淘滴 可是在中国呢 连续五个月 陷入了通缩打死劫的疑虑 越来越多人 揪团除续 挑战10块人民币过一天 更惊悚的是 你看看这部片子 票房保证的成龙 18亿人民币成本 拍摄的电影传说 居然只缴出了 300万的票房啊 其实我们在检视 一个国家的 这个所谓的经济动能 跟它整体的状况来讲 消费者物价指数 就所谓的CPI 是一个非常好 检视的一个状态 结果你现在发现到 中国六月份的CPI 年升是0.2% 但你如果从 这个长期的曲线图来看 你会发现在 将近这五个月里面 这里几乎都是 一滩死水 接近叫所谓的零成长 那其实有一般的经济学家 想要预估说 今年的中国的CPI上升了 可能是达到 0.6%左右 但你知道吗 官方的目标 是要到3% 那这是很大的警示 你几乎是原地踏步 对 那当然了 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如果越高的时候 当然你有很多种解读 那又是通膨了 对 那又可能是通膨 但是它也其实代表 就是因为你的经济的 这一块是有动能 但现在问题来了 你看通缩繁荣跟灵活就业这些东西 表面上好像都是官方所说的这个讲法 但问题是劳动市场的危机真正出现 为什么 你光看这个报道 他说中国刚开启所谓的通缩繁荣的时代 很奇怪啊 通说怎么会繁荣 繁荣应该是大家拼命的消费 拼命买的东西啊 我跟你讲 这个老实讲 有一点反凤的意味 我们就讲 其实小红书上面 最近有一个影片爆红 你知道 有一个自称叫小宅宅 小宅宅的这个26岁女孩子 他就跟大家讲说 我分享啊 你看我现在开始做菜 对不对 你看他中间弄那个洗菜啊 或干嘛的 开直播 他说我告诉你啊 你以为他在教做菜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他就打弄了这个鸡蛋啊 然后弄了番茄 就煮碗面而已啊 那你以为讲说 这个东西有什么好看的 因为我跟你讲 它的重点是什么 你看看这里 报复性存钱 一天只花十块钱 而且他一天的花费是六块五的人民币耶 哇 所以他原来在教你 怎么样用五块钱人民币 煮一碗面还打一颗蛋 对 而且他不只是这样你知道 他还跟你讲说 我还有做其他的东西 所以加起来是这个价钱的 那当然了 你就讲说 越过越寒酸耶 节省也很好 但是我跟你讲真实的背后现象是什么 为什么年轻女孩他今天做这个东西 因为大家发现到中国青年的失业率 到目前破了百分之二十一 将近五分之一的 这个所谓的青年 他自己面临到失业的状况 那我们就来看 事实上你如果失业的问题 其实真正会影响你的荷包 就没有钱 消费你也就 你刚提到成龙 成龙在过去确实是 不管是中国大陆 票房保证 很多人喜欢看成龙还当人大代表 结果没有想到最近有一个新电影 耗资三历六千万的人民币 所拍的这个电影 他那时候本来讲说 我预售 预售应该票房会不错 结果没有想到预售的成绩 只有二十六万人民币而已 那时候就觉得说 那我这样预售不行 没关系我就提早上映好了 结果你知道吗 大家都会看你首日的票房是多少 因为首日票房基本上就代表 大家对你的期待性 跟你的感兴趣度 结果没有想到 开卖九小时 票房只有六十一万 成龙 什么时候变这样了 六百一十万 我可能觉得都少了 你知道吗 他只有六十一万而已 所以他是不是也代表 就是说 今天大家要省钱 省钱 十一住行 你可能不能少 但是预乐 我可能就可以 能省就省 能省就省 就是因为 我开始准节消费 我开始要降低我的物欲 为什么 因为我看坏未来的经济 所以我要把更多的钱 现今是王道 我要攒在我身边 所以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 进来看 事实上你如果就他的 整个存款率上面来讲 你看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 是说 今年首季 居民人民币的存款 是增加了8.56兆 增幅将近12% 那代表是什么 不是没有钱 是把钱拿起来存 而不是拿起来消费 那大家会觉得说 那一定是你赚的很多 所以你才有办法去存更多钱 其实不是 为什么 因为现在呢 连中国大陆内地 他们自己都发现到 失业率加上企业减薪 这些问题 会导致民众 他对于未来 没有这个什么 他会有迫切的危机感 所以呢 他干脆手上的现钱 不敢花 直接拿去银行存 好 今天这一题 听到这个地方 人均不止一次去碰触到 那个痛点叫做失业率 过去我们常听讲 台湾也一样 大陆也一样 就是万一被裁员之后 可以去跑车 我至少有一部车 我才可以开车 我就转这个终点 没有想到现在中国大陆 连车你都没得跑了 而且跑车很多人就讲说 我自己做老板 对 我时间可以弹性 但我跟你讲 有时候科技 跟人性之间 真的会有冲突 你看百度他们旗下 有一个萝卜快跑 其实他们其实就是 就是做这个什么 这个司机运输业 结果没有想到 他们最近居然 这个萝卜快跑的 这些司机大哥们 居然在武汉这个地方 他就开始 抗议你知道 为什么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因为萝卜快跑 这个公司 他说 我跟你讲 事实上科技 现在都出来 对不对 那我们就透过AI 我们用无人化的自动车 来代替你这些司机 所以这些司机 是大规模的被裁员掉 那你想想看 那为什么他会被裁员 因为这个萝卜快跑 他讲说 你看 我这样你算就好了 我如果一般有司机 在开的这些 我一个车子 那个10公里的收费 是18块到30块 那我的萝卜车费 其实只有4块到16块 就是比一般正常价格 便宜非常多 可是你今天换成 自驾计程车之后 司机都没有办法开车了 你就算要薄利要赚 你也没得赚 五不穷六不绝 七穿金八代银的台厂 现在是大力的抢商机 相照之下 中国市场一路看下来 从人民厂商到店家 只能抢生机 而生机在哪里 而且观察点 其实来自于房地产 你知道吗 以中国大陆A股来讲 目前有这个 702家的上市公司 对 他出来说什么 你知道 他说今年的上半年的 这个业绩预告 结果没有想到 有547家的 这个所谓的上市公司 他就说 我告诉你 事实上我们的业绩 可能跟之前比起来 没有很好 这个没有很好的概念 你看702家 里面有547家 跳出来 他比例将近 那个七成多 你知道 将近到八成左右 那这个很可怕 为什么 因为你在这个 所谓78%的比例里面 获利预估减少的 他总共有多少家 总共有152家 那预估亏损 还有395家 这些都已经在 这个所谓的业绩报告里面 都已经跟你讲说 我接下来这个前景 是看坏的 而且你知道吗 接以房地产来讲 很多人就觉得说 有可能是小公司 小企业 他没办法 不是 我们来看万科 万科上半年 事实上你会看得到 他可能 现在被批评说 有可能亏损90亿左右 才半年的时间 90亿的人民币 而且你知道吗 他之前Q1的时候 他的净利 净利润当时是亏 所谓的3.6亿 那个时候已经被发现到 他是从原先有赚钱 变成亏钱 结果没想到 他的Q2居然估缩 他有可能会亏损 66亿到86亿左右 20倍数的亏损 这个概念 以这个所谓的万科来讲 因为他背后 其实有一些 这个股东的结果 你知道吗 中共的国企 深圳地铁 还是他的重要股东 结果你想想看 我现在万科跟你讲说 我有可能会 这个巨额的亏损的时候 那我这样连国企地铁 我都会踩雷 是啊 而且你知道吗 他的亏损 不是只有万科自己本身而已 因为其实你看 像这种集团下面 不是会有子公司 或者是转投出去 其中有一个叫做 深圳的这个金融平台 里面有一个叫做 棚顶创营 它现在居然出现了什么 因为它是卖金融性的商品 那这很多东西 比如说我卖 这个有期限性的 我到了之后 我是不是可以赎回 结果没有想到 居然部分产品变成预期 没有办法兑付的一个现象 我发债 资金调度 结果五年债 我应该让人家赎回去 我没钱给你了 所以你刚刚看到 那个有没有 他们写的那个公告 有没有 那个声明 居然就讲说 我没有办法 如期 把这个金额交付给你 那你想想看 他的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就是万科旗下的 深圳万科财务顾问 完了 还不出钱 不出系统性 骨牌 倒下去 现在对这些万科来讲 他真正要重要的是 那些消费者 就是跟我买商品 我要赶快把钱 付给人家重要 还是先给这些员工 止亏损比较重要 我跟他当然会选择前面 所以员工 现在我跟你讲 比那些投资物 还要担心 有没有搞错 观众朋友 我们正在历经一场史上 最炎热的夏天 7月 甘肃居然下雪了 下起这场7月雪 而另外一边 暴雨 闪电 雷击 这是什么状况 震惊习近平的 洞庭湖溃皮 如今指向是人祸 87座的水库 无预警的泄洪 导致15座 西湖量体的这么大洪水 整个失控蔓延 淹进去 洞庭湖200多米的大圈口 终于合农了 可是你看 官方大张旗鼓 被人说成是 丧事喜办 这下更让舆论大炸锅了 雨为什么还下不停 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除了讲水之外 雨下不停居然发生了 7月雪没见过 天空变红的 水变红的 各式各样的异象 纷纷出现了 都乱得套了 大家观众一定要仔细地听 好 第一个 我们常讲流水席 你看过真正的流水席吗 山东 注意看 他们去参加吃喜酒 吃喜酒 吃了一半 暴雨来 来席 整根脚拿起来 菜都没上 这真是叫做标准的流水席 这个水怎么来的 他们会来吃这顿饭代表 前面一刻都好好的 都好好的 本来饺子可以放下去 是 本来还准备要上菜的 是 但是洪水山峰从山下 哗一下来 各位看这个水有多凶猛 坐在椅子上 是 脚伸起来 不敢动 你看这个水有多凶猛 多多话 去参加婚宴 婚宴流水席吃成这个样子 你能够想象就知道 这雨下得多急 是 让人多 措手不及 好 山东除了这个流水席之外 我告诉你 山东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东西 中华 巡鱼 中华龙巡鱼是非常非常贵 很大的鱼 很贵的鱼 很贵的鱼种 各位看 暴雨把整个都淹了 这些人在抓 从鱼池里面冲出来的鱼 我跟你讲 光有一对夫妇 他们十几万斤的中华巡鱼 全部不见了 陪惨了 正在下游捞 都是抢免钱的 抢免钱的 我跟大家讲 这个地方 山东这个村的中华龙巡鱼 是 价值五千多万人民币 现一系成灾 好 我们讲完山东 我们要跟大家讲湖北 湖北八东县 是这一次受伤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各位看 你能够相信吗 这是湖北八东县 注意看 这是街道 这是街梯 我等一下给大家看 街道已经变成河了 你完全不相信 那个地方 湍急的河水 居然是街道 好 这是河水 你看 你能够想象吗 这是街道 它从上面下来 这是街道 哇 这个不是河流吗 对 所以这是湖北八东 湖北除了八东之外 我告诉你 最可怕是汉川 你把汉川发生什么事情 哇 这个什么颜色啊 红水 我告诉你 你如果住在那边 你会被吓到 这真的是红水 红水 红色的水 再加上 红灾的水 双重加在一起 是 你家里面淹水 就淹进来 是红色的水 为什么是这个颜色呢 好 当然有去查 怎么会是红水 原来是 上游有一个染料 染料 被红水一起冲下来 但是我告诉你 滚滚红色的水 啪淹下来 因为整个街道 你会被吓到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 因为它是染料水 对 那个红色会染的 是 你的车子 你的轮胎 是 将来通通变成红色 哇 这个颜色看来心很不安 那马老师 上海有没有 上海 雷鸣闪电到吓人 你去看上海的雷 闪电 注意看 从这里开始 看到没有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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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哇 我告诉你 上海的闪电 真是惊人 哇 这下魔都变 魔都了 一道一道一道的闪电 居然有人说 何方道友在此渡截 看 这闪电多严重 好 然后 上海有闪电 然后 这个湖北有雪水 是 我跟大家看 甘肃 七月下雪 怎么可能 七月是史上最热的时候 大雪 大雪 七月下大雪 你有听过吗 现在是三福天 三福天是人间最热的 各位观众知不知道 今天是农历六月初六 农历六月初六 是一年之中 最热的一天 最热的一天 结果下七月雪 七月雪 你简直不可 七月大雪 好 除了老天给你下七月雪 再给你看 有洪水 对不对 你有看过洪天空吗 洪天空 对 山东 洪天空 是真的耶 红色天空 下大雨 洪天空 我跟大家讲 我有去查 连官方都讲不出来 为什么诡异的洪天空 洪洞洞的这个样子 这个不是任何你以为到的 所谓的光线 夜生活的折射 这个是潘陀暴雨 而且我告诉你 是不是只有在山东 有洪天空呢 还有啊 我告诉你 浙江周三 洪得更厉害 来看浙江周三 多洪 雪星洪 比刚才山东的 还洪 确定没有什么火警 确定没有任何的光源 而且注意看 它一直在走 大面积的火警怎么可能 是 它一直在走 你看到镜头一直在走 走 真难解释 完全很大面积的 是 完全不能解释 好 洞庭湖这一次受伤最严重 最严重的洞庭湖 它溃提了226公尺 对 然后 现在 花了四天 把它合农了 合农把这个洞庭湖 救起来 水就不会再淹进来了 但是我问你 水不会淹进去了 那这个水怎么出来 对哦 里面淹成这样 各位要知道 洞庭湖这个溃提 是 淹进去的多少水 多少水 两亿一千万立方米 这什么概念啊 比十门水库满还大一点 十门水库满是两亿 对 立方米 对 它是两亿一千 好我问你了 一个十门水库淹在这里 你要怎么把它弄出去 我要花多久时间清得掉这些水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有办法就是 当这个水位低 比平面低的时候 你再把这个堤防敲掉 让它再流回重庭湖 所以现在希望老天帮忙 把丢堤防水位降低 不要再下雨了 不要再下雨了 对 然后再把它敲掉 让平地的水可以流出去 昨天啊 马老师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 热了个要死 二师兄在高速公路上 拼命洒水降温 但是一样的二师兄 你现在看到这画面 让人不忍足堵 为什么 洞庭湖水淹进来 退不掉 这么大量体的水 统统没命了 换句话说 养了一整年的二师兄 这一下养殖户 血本无归了 但老师我要问 这样的一个剧烈的天后 这样的一个失控的天后 还要持续多久 这张土让人看了 着实心不安啊 我跟你讲 昨天下午在信义去 信义去 淹大水 水是用喷出来的 所以不要敢大陆下洪水 我们台湾当心当心 再当心 各位最当心这个图 好注意看这个图 这个图什么意思 这个图指暴 指暴就代表台湾在这里 台湾下半部的全部指暴 代表说这个地方 气温高 能量高 它已经是一个台风窝了 是 那马老师 为什么他已经指暴了台风窝 为什么台风没有伸出来呢 因为太平洋高压 在头上震住 震住 让你台风不能够 这个系统不能扰动 对 大家一定要小心 小心 再小心 单压郑文灿 到底在今天是压还是放呢 杰压亭在我们录影的同时 正在召开 你看到今天郑文灿 他提早来到 这个开庭的这个现场 证明什么 证明这一次的这个开庭 对他来讲 他心里是非常的谨慎 而且非常严肃的 为什么 因为昨天晚上高院的 那一个所谓的理由 让他觉得不太妙了 高院怎么说 高院说不能忽略 郑文灿的实质影响力 逃亡串供的疑虑仍然存在 因此撤销了 一万两千交保的裁定 史上记录是五度五关 郑文灿这已经是 第三回合的斗法 他还能够顺利的 自由自在的离开这个现场吗 而且大家要问的是 检察官七年动不了郑文灿 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 对他出手 如今传出 公庙 可能是压垮郑文灿的 最后一根稻草 他是招谁惹谁了 难道连妈祖 连关公 都保护不了郑文灿了吗 今天我们看到 郑文灿在重回积压庭 大家很好奇 郑文灿到底会不会被压 或是他又被交报 这是大家两个问号 但目前看起来 我个人认为 因为郑文灿下车的时候 你看出来 他提早16分钟 来到积压庭 那他下来之后 看起来他的表情 跟上一次回到积压庭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落差 看起来没有像上次那么严肃 那看起来他自己认为 他自己应该今天会被交报 那我怎么样不知道 回到昨天的这个情况 昨天其实 高院发完重审的时候 他其实看着 桃圆地方法院 打脸你知道吗 打脸地方法院的几个理由 第一个 他认为 因为地方法院认为说 现在很多的相关的一些人 是已经被压了 所以我觉得 桃圆是认为 郑文灿应该不会有串供之鱼 而且也不会有逃亡之鱼 可是高院是认为 郑文灿还是有可能会有逃亡之鱼 因为的确看起来 如果判下来是七年以上 那七年以上 看起来是一个蛮重的一个罪 那郑文灿就有可能会逃亡之鱼 再来 他说不会有时候串阵之鱼 可是现在的科技 有非常发达 如果郑文灿出去 他不用面对面的 对其他的一些证人来串供 他只要通过通讯软体 他有没有可能会串供的情况 这个是高院非常担心的事情 所以现在看起来 高院的这边声明 很可能打脸了桃园地方法院 他打下去之后 就看今天的一个鸡押庭 怎么判决 我们的理解是 这不止打脸而已 他几乎把桃园地方法院 鸡押庭可以让郑文灿交保的理由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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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斩断了 三个理由我们倒着看才对 为什么先看第三个 绝对不可以忽略 郑文灿的实质影响力 虽然他已经离开这个位置一年多 他的实质影响力 绝不能忽略 第二 他有可能进行串阵 勾串 特别是今天网路这么发达 是不是有串阵之鱼了 再来 郑文灿在这个地方 他说 有足够的理由 过去发生过太多政商界有利人士 面临重罪追溯之下 他是会逃亡的 所以高院法官认为 被告郑文灿有逃亡之鱼 有逃亡之鱼 有串阵之鱼 你还不压他吗 所以他把所有可以交保的理由 咔咔咔咔咔 都剪断了 除非你还可以找到另外一个 可以让他交保的理由 所以最近大家看的最荒谬的一点 就是说 法院是认为郑文灿 已经没有实质的影响力 这你能让他觉得最荒谬 如果他今天郑文灿 没有实质的影响力 他何德何能当海基会董事长 他何德何能跟这么多的 这些商界这么要好 所以大家觉得很好奇 而且你还可以当到行政院的副院长 这才大家觉得最荒谬的事情 今天这一出演了一整个礼拜的 桌放桌放 史上最高纪录数五度五关 今天是第三度的大斗法 我就问 七年检察官要动郑文灿 一根寒毛动不了他 他犹如神功护体 为什么他这么照的 吃得开 这么照得住 过去大家看了画面 郑文灿不管是拿五百万现金 还是拿一千两百万现金 感觉拿得好像很快 二十分钟半个小时就把钱交出来 那今天大家看起来 看起来他在桃园地方的检调 或司法里面 他看起来是有一股力量在支持他 因为现在看起来 郑文灿当过 毕竟当过八年的桃园市长 那郑文灿的整个司法体系 坦白讲 或多或少一定有他力量支撑 郭正良就讲了 过去你看这个案子 过去七年之后 换了多少个检调 多少个检察官 多少个法务部长 通通都没有谈这件事情 包括当时的法务部长邱泰山跟时任地检署的彭坤燕 通通都挡下来 那这时候为什么突然可以办 因为过去可能大家好奇 郑文灿在桃园地方的司法体系 是不是有他的力量所在 因为你看 包括邱泰山或是彭坤燕 过去就卷入过一些官说遗云 所以大家好奇 那过去这些郑文灿的案子 是不是被吃案了 是不是被法务部 或是被桃园地检署给吃案了 这大家会很好奇吗 那这时候看起来好像高院又跟这个桃园地方法院有点对上的感觉 那高院的背后力量是谁 不知道 那问题是 现在看起来好像就是要针对郑文灿而来的 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最好 就是民进党的廉政会 民进党的廉政会为什么莫名其妙在这个礼拜一 突然要开这个廉政会出来 大家想说是不是为了郑文灿的案子 坦白讲很明显 因为礼拜六郑文灿的案子爆发之后 你礼拜一临时开了这个廉政会 摆明就是针对郑文灿而来的 如果不需要的话 你干嘛开这东西 而且重点是他说什么 只要被羁押就停权三年 以前是被羁押可能还没事 可能是一审的时候才停权三年 现在是羁押就停权三年 一审有罪直接除名 他变得更严了你知道吗 那这个变得更严之后 会不会变成郑文灿条款 这个大家很在意 所以大家就说背后是不是有更高层的受益 从党中央 从司法体系 就是要让郑文灿压下去 就是要让郑文灿压下去 所以你看 只要羁押就停权三年 现在等羁押这件事情发生 可是它一直没有发生 为什么 有一个桃园地院挡在那个地方 你要申请羁押 我就给你驳回 申请羁押 我就给你驳回 才会今天进入第三回合 所以说 有一股力量要羁押他 有一股力量在挡他 大家要问 七年动不了郑文灿 现在滔滔江水 又如何动得了他呢 因为现在这个郑文灿的案子 背后传出太多的政治斗争的影子在了 怎么讲 因为大家都知道 赖清德总统在520就任之前 他曾经透过一些情职单位 去调查内阁的一些成员里面 到底谁有可能有一些案底所在 当时传出郑文灿就被注记下来了 所以当时就已经抓到 可能郑文灿有这个小辫子 但是我当时先不动声色 我就看你怎么动作 那郑文灿呢 大家也知道 当时1月4月份 他就被点名要接海基会董事长 那一路上来之后呢 6月份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一份民调 非常的莫名其妙 叫做那时候 中广盖勒胡做了一个新北市的民调 郑文灿在新北市长这个民调里面 是赢过李四川 赢过苏小慧 独领全球 所以大家觉得 那如果是郑文灿接下来的布局 要从海基会来跳到新北市 来选市长了吗 大家说一句话说七月盘 不知道是吗 为什么 如果520之前 就有经过所谓的清联考核 已经给你点去做记号了 结果你自己不知道 你还想要抄这个盘 要看这个盘 你看他怎么形容 郑文灿原本被点名 2026是新北跟桃园 可是郑文灿 他去选新北 桃园呢 他反而是鼠疫 他支持由罗文家去选 都什么时间了 此一时彼此 你已经不是小英时代的大阿哥了 还有的你操这个盘 这是你能决定的吗 我觉得郑文灿 就是他的政治光芒太刺眼了 他还不懂得藏着 你知道吗 就不懂得把光芒藏起来 反而这光芒刺到了赖清德身上 因为别人不看 这个选举布局 其实坦白讲 党主席是赖清德 党主席说得算 哪论到郑文灿讲话 再来 现在郑文灿当了海基会董事长的时候 大家关注海基会董事长这个职位 在赖清德上任之后 其实变得特别敏感 为什么 最近的两岸气氛不好 那看起来郑文灿 透过一些under table的操作 来成为两岸关系的破口 大家不要忘了 胡哥那时候来台的时候 郑文灿就点名说 是不是当中间的一个穿梭者 让胡哥来台 那再来就是说 郑文灿似乎也想用 利用宗教的关系 包括什么妈祖 关公的这种宗教 两岸交流 当做自己的垫脚石 也就是说 两岸关系极动 我们原本 那时候不是他在吵说什么 公庙啊 神尊 什么时候变成了第五众队 变成了搞破坏被利用的对象 原来从这里来一个 没错 当时梁文杰非常的神奇 梁文杰你知道什么时候 罕见出来叮郑文灿吗 他说 妈祖啦 保身大地啊 官地啊 都是中共对台的统战工具 结果郑文灿想要利用这样子的宗教 来做两岸的交流 你不就自己 自己自找苦吃吗 所以当郑文灿 他自诩是两岸交流的开明派 民进党的开明派 他想要冲出一个自己的代表座的时候 立刻被梁文杰打脸画红线 你都不要想 你想要利用宗教交流 你都不要想 马祖保身大地关公 可能都是统战 对 所以你看出来 这个当郑文灿的案子爆发之后 我就问各位 各位你有看到民进党的任何人士 公开来挺郑文灿吗 是 好像都没有嘛 脸书上 包括社群媒体上 或是这个节目上 你要说挺郑文灿 能够站出来力挺他的 我跟你讲 少之又少 这太不寻常了 为什么大家不敢出来挺 因为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赖兴德的意思是什么 赖兴德看起来 他的政治作为 可能已经让郑文灿 断了他的后路 好 明显 你今天就看到了 今天要收押他 然后押不了 交保 交保检察官抗告 抗告又绕回来 再战一轮 这样子的五指径循环 到底要循环几次 而在这个的背后 我们看到的是司法 但司法的后面 是不是有两股力量 一股就是要压郑文灿 一股就是要挡 不让他压 你怎么看 郑文灿 刚刚旺子有提到 郑文灿非常的活跃 想要找自己的深入 找自己的出路 郑文灿 大家回想一下 三月的时候 郑文灿接连去桃园很多次 三四次 为什么 所以地方在传 郑文灿 过去有封号叫桃园王 下接桃园 北接双北 有可能郑文灿就回去选桃园 那双北也就是 有可能布局 所以郑文灿那么活跃 其实他在情治系统用点名 做计合 赖清德不能用它 那这会儿他自己找出路干嘛 是不是又这样 又得罪了赖清德 最新的媒体报道是这样子 当初我七年前 在办这个案子的时候 监听一文就流出来了 曾经到这个案子 还有地主来通话的过程中 在说 不好意思 这个我的电话不干净 上面有人在听 所以连地主 涉案的地主都知道说 被检掉监听了 那为什么地主会知道 检掉监听 是谁泄密嘛 当初为什么流出来 谁在掩护这个案子 所以现在是这样子的 受压第三次积压庭 传出说新的 陈省的把关 是一个人权的把关 到底会不会积压 第一次积压 交保500万 好 赶快30分钟凑齐了 第二次积压庭 然后又700万 40分钟又凑齐了 老讲 刚望泽讲说 第三次积压庭 今天下午在积压的时候 在陈省的时候 望泽是认为会交保了 我是认为会积压啦 为什么 因为高院的新闻稿 讲得很清楚啦 他是认为 桃园地院忽视了 郑文燦的实质影响力 实质影响力是什么 所以卸任这些 即使卸任的实质影响力还在嘛 所以我认为是收压了啦 即使交保老讲 三次都是临时啦 对郑文燦都是伤 对民党也都是伤啦 所以我认为说 依照昨天 桃园 高院的新闻稿 一定会收压啦 没有收压的话 继续临时 郑文燦继续临时下去 我觉得这民党 对执政党反而更伤啊 沾江村桃园市议员 村长继续来到我们的现场 村长今天来请教你 我们知道郑文燦在桃园 他最闪亮的一张 施政八年的名片是什么 就是青浦高铁园区 还有桃园航空城 最接近国门 要发达一起发达 我们也的确看到了 他的巨大的改变 你说里面藏着多少的猫腻啊 航空城 过去在吴志阳年代 他那时候是用 县府里面的这一些主管 去兼职航空城里面的 董事长或总经理这些职务 因为航空城 他的当时土地 他并还没有开发 也还没征收 所以他并不会有所谓的招商 辞职招商这个任务所在 那后来郑文燦就职以后 他因为要养很多肥猫嘛 所以他航空城 这个公司他就扩边 而且增加人事成本 很多的这些 没有选上的立法委员 都回国来当航空城董事长 包括王毅川 过去就是航空城养错了大肥猫 那郑文燦他就职的第一任 他还搞了一个自驾园区 因为当年最流行的就是自动驾驶 包括苹果当年也是要搞自动驾驶 后来苹果烧掉几千亿美金以后 就搞不下去了 喊停了嘛 我们桃园没有任何一个人 是这一类型的专职的公务人员 我们竟然有办法搞自驾园区 这就是为了要养肥猫嘛 每年编了很多的预算在里面 甚至当时还跟一家上柜公司 签所谓的意向同意书 所以在我们桃园成立一家自驾车公司 然后要成为台湾的特斯拉 后来结果才发现 这根本就是炒股票 这个动作后来还被深压了 那我问你 也就是说 这个是几年前的一个梦想 因为有梦最美嘛 希望相随嘛 那几年前的那个梦想 孵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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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孵到今天它变成什么了 他在第一届的时候 成立了自驾园区 在第二届的时候 我们跟他提出咨询 来你告诉我 你自驾园区 你花那么多钱 你的成效在哪里 有啊 我们有两部自驾车 自动驾驶的汽车 我们已经成功外销到泰国去了 你把资料给我啊 没有资料 机密 对 这个就是 我们议员要资料就机密 你有可能 桃园市政 你有可能研发出两台自驾车 还外销到泰国去 你是在骗蟒咖的吗 当然不可能啊 如果可能的话 苹果就不会喊停了嘛 后来 在第二届的时候 他就要成立亚创 亚洲矽谷创金公司 他把这个我们 清浦最值钱的高铁旁边的 这一块肉地 价值五十几亿 他跟中华电信的子公司 一起合作 我们桃园市政府出地占股份 百分之四十九percent 这一家中华电信的子公司 占股五十一percent 我们要成立亚洲矽谷 股份有限公司 里面要做什么 AI AR VR IR MR 反正你只要老百姓 听不懂的最新的名词 都是我们要做的 但是我们没有人才 中华电信有吗 我告诉你 中华电信那一家子公司 是在做营造的 还不是做资讯的 我们跟一家做营造的营造公司 然后我们市政府也没有这样的人才 而我们却要成立一个公司 然后叫做亚洲矽谷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要做AI AR VR IR MR 你是谁的效 那我问你 一样 就这个亚洲矽谷创新 哇听起来很高大上 八年之后 现在在哪里 现在到了张善政手上 不得不喊停 为什么 你没有任何据效 你里面只是为了养肥毛而已 你只是在里面花钱而已 你哪来的AI 你哪来的AR VR IR 你人才在哪里 你招商在哪里 台积电 不可能跟你租一个 因为那就两栋大楼 台积电可能跟你租一间办公室 在做研发吗 他自己没有研发公司吗 或者是这个飞达 有可能来跟你租一个办公室吗 不可能 大家都有自己的厂区 谁还来跟你租你这两栋大楼里面的一个办公室呢 这就是为了养肥猫 上第二届 郑文燦连任的时候 那时候选举 民进党大败嘛 高雄输给韩国瑜嘛 那些人马 全部我们桃源吸收了 台中 也是选输了嘛 也是一样 人马都到我们桃源 我们桃源通通都养 所以我们桃源成立很多这些莫名其妙这些公司 然后这些什么基金什么文化会之类的 然后就让他们来这边 我们就养那么多的肥猫 所以我们桃源 这几年 郑文燦卖掉我们六七百亿的土地 我们这些基金的费用 通通都被他用光了 以至于到现在张山镇主政了 我们变成要贷款度日 郑文燦压或不压 今天您录影的这个此刻 观众朋友 法官检察官正在进行第三回合的大斗法 我还来告诉我们 交保抗告发回 再交保再抗告再发回 是要轮回几次 这么折腾下来 郑文燦就算躲得过收押 政治生命没死也半惨了吧 好 居然刚才有抱歉的观众朋友 昨天就在这里 我就跟居然哥讲说 进去了又出来了 进去了又出来了 对不对 还真的没有一次 你要想说他怎么样 今天这个新闻 今天就跟你传变变变 什么意思 本来今天才知道 高院会不会二度跟财 结果高院在昨天 居然快马家边讲说 我们月券比大家想象中还快 观众朋友 昨天中午去查新闻 高院说到底要不要跟财 可能今天7月11日才有答案 但没想到到昨天傍晚的时候 高院讲说 3点还说不会跟财 结果到4 5点的时候讲说 没有 我们快得很快 快得非常快 所以马上就跟财 本来今天才有的答案 昨天已经给了 就是高院二度跟财 桃园地方法院 让郑文燦交保的决定 不然你是要怎么 我500万交保你感觉不对 我1200万交保你感觉不对 那怎么办呢 参效不见了 只剩无奈 郑文燦此刻也知道 这一关不好过了 观众朋友 昨天高等法院二度跟财 不让桃园地方法院 交保郑文燦的理由 全部给你写出来了 哇 直直细细细细细说给大家听 没有灰色的地方 不是没有灰色而已 看完以后 如果我是郑文燦 我的心里已经冷了 对 这个就是昨天 高等法院所发出 为何发挥跟财的理由 结果呢 观众朋友 你注意看 我把它画重点 第一个 他告诉你 这个被告 也就是郑文燦 犯罪嫌疑重大 犯罪嫌疑重大 七年以上 他用制裁条例 那你怎么可以让他随便交保 请问另外四个人 阳姓 侯姓 廖姓 父子 也没有收押 押在里面啊 对不对 那为什么他不用押 第二个 为什么不用押 很简单 观众朋友 没有篡政逃亡之余的人 就不用押 那所以这个叫犯罪 这个罪行重大 说他不会逃亡啊 桃园地方法院跟桃园间 讲说你拜托 他是郑文燦 他是行政院副院长 人家是有投资人 人物怎么会逃亡 对不对 好 来观众朋友 高院讲说什么 趋吉避凶 跟这个 就是脱免行责的人性 这是人性 不乏知名政商人士 在面临重罪的时候 有逃亡的潜力 有没有 被逃亡的潜力 所以他就直接 打脸桃园地方法院 重点是后面那一句 对 有相当理由认为被告 有逃亡之余 对对对 现在大家帮我补看这一句 来观众朋友 这都不是我在讲 是高等法院 告诉桃园地方法院 你为什么让他交保 你说他不会逃是不是 他这里告诉你说 谁跟你讲他不会逃 他会逃的可能 他居然把郑文燦 可能逃亡的 possibility含进来 而且认为机会还不小 所以你不能交保 第三个 那现在郑文燦 还是桃园市长吗 不是啦 他不是桃园市长 怎么会有影响力 你要看到 他怎么讲 他说郑文燦呢 现在虽然已经离开 这个桃园市长 直屋一年半了 可是基本上 明显忽略 他的实质影响力 他觉得他是有影响力的 然后呢 再跟他讲说 那你会不会串阵呢 不会啊 不是说四个人都压住了吗 他说不对 他说现在目前看起来 有没有串阵之余 他说有 资讯流通发达 社群网站啊 有没有 社群媒体 文章无界 有没有 他要串供 实非难事 高院做出了五点的 这个怎么讲 他的意见表述 他完全接受了 检方的说法 就是郑文燦的犯罪嫌疑重大 郑文燦可能逃亡 他仍有影响力 不排除还有 未浮现的相关人 所以他叫冰山一角 以及网路发达要勾窜不难 所以这文言讲完以后 我就问郑将哥 我们现在不涉入这个案子 每一个人都可以 为自己的自证清白 我也说中华民国 无罪推定 以高院这样子的一个说明 那郑文燦不押还行吗 你不押你连用这个什么 资讯网路 都可以勾窜啊 但是我不知道 也许桃院就还要再交保 所以我就讲 以后就讲说 我们现在下午录影的时间 还没有答案 很难讲 不会 为什么 郑将哥 因为不敢最后 桃园地方法院 是让他继续金额升高交保 又或者是不交保 郑文燦这样来来回回来 导播你拍一下特写 最近郑文燦出现 就是这个标签 不是在地院 就是在地院的路上 那他还有什么未来 太惨了 所以你看 今天的结果呢 你约略可以预期 两个发生 第一个 他真的被压起来了 第二个 照样给他交保 可是保释金再提高 再提高 然后接下来 我不是不能预测 我不是半仙 但是那桃园地坚署 会不会讲说 我要再抗告 会不会再抗告 等下 已经两三次了 这样没完没了 要几次 没完没了要几次 观众朋友 中华民国的这个司法史上 没完没了 我要压不给压 抗告 我要压不给压 抗告 我要压不给压 抗告 来来回回 五次 有没有 那个时候我人在背中 五度五关 记不记得总统府以前 2016年的时候 曾经被冲上一个卡车 就这张照片 全都冲起来 我记得 对对对 那这个司机 因为冲上去 有很多的 公共危险等等 这个张德正驾驶呢 他其实呢 冲上去之后 对 就一直被检方 申请要把他积压 是 来来回回 军方哥你知道几次吗 五次 最后是没有压啦 但是检方就一直认为要压 所以就不断的抗告 不断的抗告 现在周文燦到第三次 观众朋友 还有比他还更多的 曾经有五次的积压 但最后 并没有裁定收压 好 今天还有一个讨论 就是说 什么五百万 什么一千两百万 这个五指家 董事长他说 哎 你要知道 今天郑文燦的身家 几个一开始起跳 他都觉得是天功地道的事 哇 真的还假的 五指家董事长 有他的了解 就是说他认为 他是认为说 跟他这个交好的这件商 会愿意先拿钱借他 不管多少钱 都先借给他这样子 但是这个说法 反而大家就想说 那是不是他跟件商的关系 真复杂 以前郑文燦在民进党 野百合世代的时候 他是一个头脑清楚 而且点子很多 又笑脸迎人的周瑜 后来因为应酬多 就变胖周瑜 但结果现在这样子 进来进去 进来进去以后 要变赵子龙了 你到底要欺净 击诸几次 那观众朋友 因为整个案情 往上在烧 这是最新的一个 怎么讲 就是说一个资料 铁证在这里 来 俊阳哥你看 这写什么 总统府用监 有没有 郡松理事长会见 这是吴钊燮回的 2017年 民国106年12月 就是我们在讲 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地方希望能够土地重化 农地变成住宅以后 你看到这边有一个重要的字 我画起来 总统致为重视 有没有 就是赖务信父子 不但是去拜托郑文燦 甚至拿了500万 去郑文燦家 还往上疏通 连总统府都去陈勤 而且当时总统府 由秘书长回函 那当然了 这个就是铁证 确实有这个总统府用签 可是总统府也有回应 他说说 任何只要是社会贤答 来跟总统府陈勤的话 我们都会给他一个用签 有给用签 不代表总统府 会用特权去办 而且最后这个案子 内政部也没过 所以这个后续 到底有多少问题 就用多少证据来说话 昨天我们不是说了吗 这把火会不会烧向了 行政院跟总统府 桃园这个地方 郑文燦市长在召开会议 然后同一个时间 陈勤书进到了总统府 总统府又把这个 pass到了行政院 火是不是烧进去 都在为了这个 9.2公顷的农地 在护航吗 来 今天我们看到了 最新的一个消息 新政院提出反局 他说你们不用过度解释 曾经过去的两个例子 也都是这样处理的 来 打不过我们往下看 他提出了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 说辞跟理由 对家 今天这个海文里面 上面的文本来就都会写上 着处进负 这个就是总统太太的着 也就是 请各部会 按照夜管熟悉的范围 完整的回复给民众 这个没有护航 这个没有什么加速 独候谁的问题 外界不必过度解释 董哥你怎么看 我觉得总统府当然 现在所有事情都要撇清 每个案子 对不对 搞不好明天 他就要开始 北京 他们不认识吴炳达 都会来 那我觉得郑文燦这个案子 对赖金的最大的压力 就是很多人都很清楚 你只要干掉你的竞争对手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 总统府现在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大家觉得整个社会上 这些案子都跟你有关啊 那今天 他们被人家这样讲 就赶快跳出来了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怕 因为现在赖清德 占在野党 占国会 占中共 然后现在还有黑道 还有地方的势力 那你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说 他在这个时候就特别的小心 要不要让大家觉得 他跟郑文燦这个事情有关系 那我问你 所以郑文燦要压他 还是要放他 真的没完没了 仿佛在临迟 今天第三回合 董哥我问你 你讲过 高院你要嘛 可以做出裁定发回 不然你可以自己做出 收压他的决定 高院为什么不做 第一个他不要责任啊 对不对 你现在 你裁定压他 后不压他 都有一边的人会骂你 那你可能会得罪的 谁谁谁 譬如说郑文燦 你只要看他那些律师的角色 律师有一个是段余康的律师 有一个是邱泰山的律师 表示他们新潮流的 那个遗义还在嘛 可能护着他 那第二个原因比较重要 就是依照法律规定 你要压一个人 你要开庭 高院 公亲就要变世主 你要开庭啊 你要把郑文燦找来 也要把检察官找来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关他 那由这个庭一开的话 他就会变比较复杂 所以高院一般大家都很聪明 我不要得罪人 我只要丢回去 上面找一些东西来说 你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那他有点在出脱他的责任 但是也可以看到了 高院自己也在看时机 所以这个案子如果今天不压 检察官势必又当庭抗告 抗告高院又要接索 那到时候会堆积会怎么样 会堆积到这个保释金添价了 最后就变成这样 那如果郑文燦被押 换郑文燦的律师来要求开庭 我们不准押 那又两边又是一个攻防站 所以这个法律的站非常奇妙 很少人为这样而偷了这么久 看到这个地方 大家会有一个共同的疑问就是 检察官七年动不了的郑文燦 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时间点 对他出手 而看起来还真有一个样 宇轩才告诉我们 谁要对郑文燦下这么重的手 而现在传出了 居然早在政党伦地之前 早就郑文燦被清廉考核 而且点记作记后 甚至还传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来自于公庙 他是招谁惹谁的 连妈祖连关公都保护不了他吗 是呀 郑文燦跟一平 你刚才前面讲说 奇怪这个案子 怎么会压七年 到现在的引爆 那你有没有想过 搞不好是养案子养七年 因为君子报仇七年不晚 养了七年的案子 对 又不是小人报仇一天到晚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各位 其实在整个案发过程中 包括2017年成情的时候 郑文燦你知道那时候 行政院长是谁吗 赖清德 就赖清德 我话就想到这边嘛 所以你看啊 当现在赖清德 原本有一场活动 即将跟郑文燦同台 这是什么 同军大会 我跟你讲 两个人都应该到 你知道为什么吗 赖清德是这个同军大会的会长 那你知道郑文燦是什么吗 是什么 理事长 所以两个人来都刚刚好而已啊 一个是总会长 一个是理事长 所以如果郑文燦没出事的话 今天晚上两个人要同框 对嘛 结果你看郑文燦说 我选择缺席参加 所以这个东西是有意义的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现在所有的范律人士 包括你民进党每个立委 有人会跟你承认说 是派系内斗吗 有人会跟你承认说 是这个皇上要开杂太子吗 都不会有人承认嘛 这个资料画面 如果本来没意外的话 今天晚上应该要重现的 对 你能想象说 当现在两个人 打得如火如荼 然后两个人都穿着同军的衣服 然后说你看我 我看你说 总统好 这个董事长好 不可能吧 因为现在已经杀红了眼 所以很显然 郑文燦的缺席 只凸显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跟赖金德跟郑文燦 两人之间的矛盾心结 一路上岸到所谓的司法大战 绝对脱不了关系 昨天在中场会上 还有一个气氛 非常的值得望位 煮头糕 没人在提郑文燦这三个 确确的气氛 打败了败了败了啊 当然不敢提 因为我跟我讲 我最近遇到非常多的这种民进党的立委 每个人讨论到这个案件 大家都不提到底郑文燦如何 因为以前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加油 文燦加油 一个脸书刷一排三四万站 直接刷起来嘛 每个人都说我支持你 我相信你的清白 拜托我林志坚都挺了下去了 郑文燦 心潮流龙头 你这个东西挺不下去 就没人敢讲话 为什么 但是绝对跟赖金德没有关系哦 这件事情跟赖金德没有关系的 你不要硬把他跟赖金德扯在一起 所以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矛盾 变成是民进党的you know who 好不好 郑文燦他不讲 我都还以为他改名姓佛了 Vodemo 对不对 Law Volemo 变成佛地魔了嘛 绝对不能讲他的名字 其实我在中常会上 大家都装作没有这件事情 大家都装作说 绝对没有停权三年 然后呢 大家讨论老半天 本来呢 还不苟言笑 大家表情绝对不敢动 就迟到赖金德 讲到奥运的事情的时候 大家跟着打 你就知道 现在这三个字 以及这两人的关系 有多敏感 郑文燦 这个星期被出手 大家觉得很错愕 很突然 有吗 回去一看 有更多的消息 今天居然传出这一则 说原来早在520政党轮地之前 已经有人对他进行了 所谓的考核 青年考核 而且他似乎没通过 他被定期做记号 郑文燦 这句话非常奇怪 你说奇怪 各位在哪里吗 基本上来讲 包括我们讲的任何的阁员 要就任之前 当然要经过11个单位 11大情治单位的考核 那这个消息是谁谁谁讲的 是我们的这个玉峰哥 我们的林玉峰讲的嘛 但他讲这句话没有错 但怪是怪在哪里 如果说我发现考核的时候 的确他有安全的注记 甚至他有黑镜的疑虑 那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还让他当董事长 我干嘛要用他 我就不要用他就好了嘛 所以各位有人在怀疑说 那你这个不就是养套杀吗 换言之 请问一下这个注记 到底是说 我上任清查之后 才刚好注记了郑文燦 还是我本来就对于这个人 这个案情 这个案底 因为我是不是讲了 赖清德那时候就是行政院长 他那时候就有经手 虽然大家有点名到左龙泰 左龙泰是秘书长 那秘书长知道的事情 总统府知道的事情 行政院长怎么可能不知道 而且这个案件 我们刚刚是不是描述了 打击得太过于精准了吗 因为刚好打击这个案件 不会牵扯到其他人 不会开花 他的力道可以集中 只对郑文燦一个人 不然我就问到现在为止 被申请羁押的有谁 就郑文燦一个人 其他人是厂商嘛 不是政治人物嘛 政坛没有波及到其他人 所以到底这个是刻意的注记 还是说不小心的发现 非常耐人去问 毛毛的 如果你在浮以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 本来今天还传出了 海经会董事长 赖总统眼里的第一人选 也不是郑文燦 所以这个各位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因为赖清德 他的人事任命 包括我们讲郑明谦 包括我们讲卓龙泰 你有发现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唯亲似幼 基本上都是台南帮 不过是台南帮的 你休想新潮了也没份 要是赖戏清流的才有份 你一定要是赖清德的人马 所以那这时候 为什么一个郑文燦 进来会塞到这边 所以他们有两种解读 第一种解读就是说 哎呀蔡英文硬塞的 所以赖清德真的没办法 但另外一种解读就可怕了 代表什么 你才硬塞人进来 我上任之后我马不停蹄 我连让你多待两个月三个月 我都忍不下去 我就是要你人头落地 还有另外一个今天 大家都在想 都在当柯南 为什么有人要去弄郑文燦 郑文燦最近 在这个董事长的任内 两岸交流 大家寄望这个开明派 他是不是有祸上身啦 因为我这是亮哥讲的 亮哥说什么 说哎呀郑文燦 就是两岸关系太好了 因为这种这个宗教交流 包括甚至现在有人陆续爆料说 先前胡歌来台是不是引发广大的突破 说是统战 说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子做 就后来发现 好像是郑文燦引荐进来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消息就走漏了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有人去问郑文燦 说哎呀文燦啊文燦啊 董事长董事长 你真的做得太棒了 竟然把胡歌起来 你知道郑文燦说什么吗 没有没有跟我没有关系 不要说我不要说我不要说我 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人在铺枕 有人在布局了 但你说比起这个是赖金的动态的原因 我觉得说2028的竞争 包括新潮流的关系 这才是真正的我们讲厉害之根本嘛 但这个事情很重要 你知道为什么吗 明目 因为对于我们讲外界而言 你去批斗郑文燦 蓝白会不会有意见 蓝白看好戏 大家吃爆米花没意见 但对民进党会有意见 但怎么样会有办法说服他的知识者 就是如果郑文燦 这个人涉及统战 涉及卖台 这才是民进党绝对不能触碰的红线 也就是抗中保台 你怎么样让他在这个公庙交流 开明交流的过程当中 戴上一顶统战的高帽子 对 这就叫先斗臭再斗垮 那在台湾你要把一个政治人物 斗臭最能力的方法是什么 要嘛是笑他 要嘛就是什么 把他抹轰 所以你看到民进党的这个政策 两岸政策 跟郑文燦的路线 显然有很大的结议 为什么 最近民进党也就召开说 哎呀 中国会利用这种公庙 妈祖 宗教系统来进行统战 这是进入选举 怎么样有个戒选法 邀请台湾的公庙 去到中国去 那去到中国去干嘛 我收集你的个资 但事实上各位 你可能不知道 几十年来两岸之间的公庙 本来就有长期的交流 我看中华民国有火桃好的嘛 甚至你看国安人士 还加码再踹一脚 说什么 哎呀五大宗教统战样态 你去中国拆枪也会被统战 你如果中国省来台湾 巡安也会被统战 河畔祭祀也会被统战 那我跟你讲 你干脆把所有跟中国有关的庙宇 包括妈祖 包括关公 全部配掉好了 因为这些都是来自于中国 好淑慧 你回头来看今天郑文燦 七年动不了他 一动 居然三进三出 今天搞不好会不会被压 都不知道 到底谁千方百计 要除掉郑文燦 我前天就说 这一场戏 就像是当年诸葛亮 欺情欺重梦惑 就是要把他搞得心神不宁 折磨他 怨景 我一直在说 怨景其实没有在对抗 他们就是合眼这个 你装我放 你装我放 然后郑文燦的脸 就越来越难看 每天回到家以后 又要再去筹钱 因为明天可能又会被 传去再开鸡鸭亭 每天进了亭以后 不知道能不能再回家 回到家以后 第二天不知道会不会再回去 你看已经第三次了 会不会有第四次不知道 刚刚提到说 传出说赖清德在用他之前 有经过11个单位 清查他的正风问题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传出这个如果真的是属实的话 这一个传言是要打谁 不是要打郑文燦而已 是要打蔡英文 为什么 代表说郑文燦的连政问题 是早就筑记在案了 但是蔡英文视而不见 用人为亲 蔡英文明知道说 他有连政问题 但是居然在他桃园市长 卸任之后 把他高升到行政院副院长 而且他在行政院副院长时候 还是继续有传出比如说跟诈骗集团的照片 然后跟这个诈骗集团过重生命 澳门是不是也在副院长任内的时候 但是都没有影响蔡英文对他的信任 所以赖清德现在出手是针对蔡 蔡你用人不明 蔡你不在乎廉政这件事 你不在乎可是我赖清德在乎 你没有树摊 可是我赖清德要树摊 所以大家之前一直在说 赖清德什么时候 开始要去针对蔡英文 过去八年的执政下手 打正就是第一招啊 过去确实我在市长市的时候 每半年正风处都会给市长一份 正风一律的报告 就是告诉你市府官员 哪一些可能有正风顾虑 一个市长都有了 你觉得一个总统会没有吗 那市长在升迁官员的时候 也确实会先交给正风说 这个人有没有问题 那请问一下 总统在任命行政院正副院长的时候 他难道不会先考虑一下说 这个人有没有正风的问题 尤其他是由地方县市首长升上来的 总要了解一下 他过去八年在地方 有没有搞过那些乱七八糟的土地开发案 尤其正百亿的称号 不是今天才出来的耶 县市首长这么多个 蓝绿白都有 正百亿 百亿这个称号没有其他的县市首长 有这个殊荣有过耶 你有听过陈百亿吗 你有听过张百亿吗 你有听过什么百亿吗 书百亿吗 苏贞昌都没有被称过书百亿耶 正百亿这个大家耳熟能详 她自己都没有否认过耶 难道蔡英文不会先想想看 诶 正百亿哪有人这样叫你啊 去问看看这个国安单位 情治单位 有没有问过 还是有问过 确实有这些案子 不行啊 我就喜欢他咧 照用 那现在赖清德是不是在放这个话 有过注记我不用 蔡英文呢 你怎么用了 诶 是蔡英文包庇 还是蔡英文太信任了 包括像林志坚 只要是小英男孩 小英女孩 我昏庸到不管三七二十一 全部用 全部信任 是 斯哥你怎么看 我看今天郑文灿 基本上我觉得很难逃被积压的可能性 真的吗 我今天很难逃 因为我说如果你看昨天这个高院的动作 搞不好五千万交保啊 五千万交保就没有 他原本那个疑虑 事实上一直存在 你看之前有个案子 也是有个民意代表被 本来交保 后来隔两天被押进去 为什么 因为中间他去联络其他人啊 去联络一个本案的相关的人 那你出来之后你就被挂线了嘛 你跟谁联络 你都被掌握情况下 你有这个情况 他就把检察官又提出来 你跟谁谁谁联络 又马上去积压 积压之后就进牢里去 所以你看今天他那个高院讲说 可能有联络啦 串供啦 甚至逃亡之余 没有错啊 你看陈友豪 陈友豪过去不是也逃亡到海外去吗 这种政经大咖 逃亡到海外的多的累 所以有可能把国内 像有院长级的也跑出去啊 所以我觉得高院的这个疑虑是对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郑文燦 可能很难逃被积压的这个后果 那我觉得还有第二点 你看过去一个多年来 郑文燦在两岸之间摆笑脸 不是刚好跟赖清德对着干吗 赖清德对中国大陆深色利己 然后每天做中国大陆的 怎么样威胁台湾 但郑文燦 要恢复两岸的交流 要让海济会的工作人员 随团去中国大陆 显然你跟赖清德走的是 完全不同路线嘛 那老板会觉得说 那你是不是打算 在这个路线上面 跟我划出不同的分歧 跟我去经营其他 我没办法经营的人脉 比如说两岸 比如说台商 不要看哦 这些人脉经营起来之后 就会成为他下一次选举的政治资本 他或是在明朗里面 就会有另外一个路线的代表人 甚至有一些中间路线 中间的人或淡来人都觉得说 郑文燦走这样路线 我可以接受啊 所以就再趁个机会 就把他连根拔起 更何况第三个 使明打郑文燦 郑文燦暗打这个小英 暗打小英 他就过去七年收到抽屉里 我今天为什么要拿出来 过去七年就有案 有注记 为什么现在时候才浮现 难道小英都不知道吗 难道蔡英文都不知道 我觉得都知道 但是我喜欢你 我眼皮下 你做任何事情 我都可以接受 所以这个路线 我认为在清理小英的路线 清理小英的人马 这些过去在蔡英文时代 吃香喝辣 扑风唤影的人 真的要小心了 台南区域会理事长林世杰命案 凶手还没抓到 全国大扫黑 一扫下去台北 就传出枪响 被开枪的是 大同区在地的角头 吴明达 他最近卷入了很多起的重案 开枪伤人不取性命 这一次凶手对他警告 一位吉隆动机是什么 更诡异的是 枪手是投案了 公称 我是不满他抢收保护费 但问题是 你亮出来那把枪 居然是跟美军同等的高规 制式手枪 案情有这么单纯吗 事实上在台北市的街头 尤其你看那个画面 大白天发生这种枪击案 是 你知道吗 其实新闻报道就讲到说 当这个救护车抵达到现场的时候 居然发现已经有警察 什么什么在那里去看 后来他讲说奇怪 据算是有两位伤者 在一看的时候 这伤者之一的身份不单纯 你知道吗 因为他是危证董作 叫做吴明达 那他那个时候 其实是在一个三温暖的外面 遭到这个所谓的枪击 而且你知道吗 陈鲁你刚刚所说的 这个枪手事实上连开五枪 那连开五枪 这种很多人觉得说 天哪 过去我们看到几个什么枪击案 是不是枪手 开了枪之后就跑掉 结果没有 这个枪手 自己还带枪去投案 那警方一定会去问 就说你到底为什么要开枪 你有什么深仇答案 他说 我跟你讲 我是一个咖啡厅的老板 但是因为有他们派人来收 派小弟来跟我收 保护费小费之类的 所以他就觉得说 我真的是过不下去 所以我才埋伏在这个地方 开枪打他 人抓到了 枪也抓到了 动机也有了 这个案子就翻页了 好 但你先回来看 事实上有很多现场 后面的这个画面 就一一曝光 比如说 你看到这个画面 是吴明达跟他 因为另外一个伤者 就是他的司机 那他们其实当时 这个救护车 把他们送到医院去的时候 还有大批的警力 在旁边借户 而且据说他在那时候 还讲说 还非常镇定 讲说叫救护人员 把门关起来或干嘛 可是你想想看 为什么会有警力警戒在那边 因为其实担心说 会不会有第二次的伤害 或者是其他纠纷出现 那以这个所谓的吴明达来说 因为他自己本身有一个 中华民国威政爱卿发展协会 他们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就发了一个声明 他声明里面其实提到一件事情 他说你今天凶手去开枪 可是按照现在的 这个警方所公布的资讯来讲 这个凶险拿的是什么 他拿的是SIG的P320制式手枪 什么叫做制式手枪 我跟你讲 什么叫做制式手枪 就是不是土造的 不是改造手枪 这是原厂出来的 这是原厂出来的手枪 而且警方现在也讲说 这个所谓的SIG P320的 这个制式手枪 它是现役美军 他们自己本身有在配备使用的 你哪来的这把制式枪 这么高规同等的 这个枪基本上在国内里面 有流通的数量 其实非常非常少 你要通常通过特殊管道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 所谓吴明达的协会 他就讲说 你今天一般咖啡店的老板 可以有门路 想要拿枪就拿枪 不合理 台湾不是庆济之都 是手枪之都 所以你看他就讲说 这个东西他们觉得有很多疑点 所以你看他后面这一句 幕后指使者 后面还有人吗 这代表他怀疑 后面还有人 那警方一定也会问 你这个彭信的枪手 你现在穿在哪里 我跟你讲 这个答案完全不出意料之外 我有一个朋友 他之前一把枪在我这边 他过世的时候枪就继续留着 这个听起来 好像也不知道哪里怪怪的 什么都是别人留给你 而且那个人都还死掉了 这个是非常粗糙的一个说法 一定要查下去 会开花 第二个疑问是 今天这个吴明达 他不是普通人 刚刚提到 也不是普通什么 大同区的角头 国家朋友 都不是 因为在我们追踪 社会新闻的头版版面当中 他好几次都是 版面上的人物 其实吴明达 他其实在发迹的时候 就是在社会上面 走闯 那在1999年的时候 那是涉及北联邦的一个枪击案 那结果呢 有人的讲法是说 他也因为这个枪击案 在黑白两道上面 大家都打响了这个名号 结果入役服刑之后 后来又传出来讲说 他有涉及到其他的 这个所谓的社会案件里面 所以大家对于他的这个印象 其实都来自于说 他的社会关系非常好 但是我也必须讲 他后来成立这个 中华民国威征爱心发展协会 也就是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他们也开始做这个 所谓的社会公益的 这样一个活动 而且到处去送物资 关怀什么 所以有人觉得说 他后面的这个社会形象 其实是很好的 可是我也必须讲 其实以吴明达自己本身来讲 他过去这一段时间 月上版面的时候 有些都是什么花边新闻 像他之前 他有个这个前女友 被人家称之为 叫做殡葬业的这个蔡依林 那时候一度闹上新闻 是他的这个前女友 跟他讲说 我们之间有感情纠纷 还说什么 他一事动用媒体 或干嘛去打压他 或干嘛 结果我就讲 那个新闻那时候 大家印象还很深刻 没有想到这一次 吴明达居然又冒 月上的这个新闻版面 居然是被人家枪击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警方要大批的 这个警力在那边警戒 而且现在警方已经讲了 他们要全力追查 这一次的枪击的真相 当然要追下去 违汉水我们就想 今天如果是因为一家咖啡厅 他不爽被抢收保护费 可以亮出这么高规的美军 同等知识枪支 你不觉得怪吗 不止如此 这么巧 进一步爬梳 发现他热衷工艺的过程 他跟陈时中 他跟郑文灿 都有互动 有交情 郑文灿 林世杰 才相继出世 现在吴明达也遭到 砰砰 背后 水有多深啊 今天要跟好报信 我们的观众朋友 吴明达居然中枪了 两个特别 第一个人特别 第二个 时间特别 我先讲第二个 不是才刚刚 因为台南的林世杰的案子 行政院院长才宣告说 全台大扫黑 大扫黑啊 他讲而已 会比较好漂亮就开戳 才在告诉你 观众朋友 当兵有一句话叫 不打琴不打懒 专达不长眼 黑道讲说 对不起 你现在抓那个林世杰的枪手 说不没关啊 但是全台大扫黑嘛 那郑文灿很简单 因为这样一回跟大家讲 如果这个杀害林世杰的枪手 我现在从南部讲到台北 好不好 那他是真的黑道有掌握的话 那跟我没关系 但是警察一直在扫黑 大家拖不掉 就有人会去讲 你快去处理 赶快出来投案吧 所以全台大扫黑是 无差别扫黑哦 这种时候 你居然还来开枪 时间特别 怎么会这样呢 他有什么非开不可的理由 刚刚听就跟大家讲 他说是收保护费 OK 现在检方都跟警方都要来侦办了 那你开完枪之后 你还知道林下路的派出所在哪里 你怎么去的 你说是谁带你来的 怎么看起来又是讲 又兜不上 所以看来 用的枪又特别好的情况下之后 来 第二个就是人特别了 时间特别加人特别 他到底为什么 这个时候会被开枪 那是收保护费吗 那收保护费是今天的事吗 为什么要再收开呢 好 观众朋友 在昨天这个开枪的男子 跑去投案 彭信男子投案之前 其实新闻圈早在台北市 你以为社会记者是吃素的吗 吃素的吗 他们也问了以后 第一个问到 一开始传出来的就是这个 就是说是不是之前 曾经跟香港的大佬 在餐具的时候 吃饭是很开心的 可是抢付钱的时候 就是面子问题 就弄到现场不愉快 所以现场不愉快以后 有呛吓 呛完之后 你跟我们大佬的 说我要来开你 为什么这样讲 观众朋友 基本上真的是 开枪的新闻一直来 其实很烦 因为这个对我们明星会不平静 但是你明显发现 林士杰跟吴明达 这个完全不一样 他到那边出来的时候 人那么多 他也没有等错落单的时候 人那么多 然后他直接开 就开手开脚 这就是一般江湖市在处理 说 给你选择 他要选择 对啦 也不是往这个致命的胸部 心脏 或者是头部去开 对不对 好第二个 那是不是这个关系呢 是不是之前跟老大有冲突呢 这是其一 其二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 大家去爬出说 是不是你跟谁有恩怨 不然谁要来开你墙 对不对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五年前 在大同区的时候呢 有土地开发案 这个就最复杂 你有土地开发案的时候 你去从募资金 人家给你钱以后 后来那个开发案 延宕以后迟迟没有推展 那没推展 钱就进不来了 但是问题是呢 分红不愉快 钱也拿了以后 细节我们不清楚 所以一个 是之前参会 有这个口角 对某个大哥不礼貌 所以他小弟要来开吗 警方去查 第二个 是不是地方的 这个土地开发的利益纠纷 所以造成了 有人要来看他泄愤 但不管怎么样 很清楚的 这个吴明达 他并不是一般人 他其实基本上呢 是一个常常上新闻 众所周知的半公众人物 而且在全国都已经有 不只行政院长 俊江哥 连赖金的总统 都有跑出来讲 他说我们要 我们要这个打诈骗 我们要素贪 我们要扫黑 总统说要扫黑 院长下令全国扫黑 就这种时候 你在台北市 在车站的附近 直接重庆北路 给你开下去 重庆南路 那个地方就是 那个三温暖 表示说这个事情 真的不单纯 好 我们进一步去爬梳 你会发现 哇 他跟好多人 都同框 我点几个 郑文赛 陈时中 再讲下去 尾汉 他 점점看 看出一条线 怎么会这么巧啊 好 那观众朋友 刚刚讲的 一个是时间特别 第二个就是 对象特别 吴明达这个人特别 他哪里特别 因为基本上 你要知道 他来自超莽 出自江湖 可是呢 他后来这几年 都在做公益事业 公益事业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他常常有这些 募款餐会啊 那就是 政商界的人 他都常常同台了嘛 现在看这些照片呢 基本上呢 很多都是 有的是在网络上 有人po出 甚至是 这个吴明达 自己po出来的嘛 他跟这个 陈时中 曾经在这个 慈善晚宴当中的 餐序当中去po 觉得充满希望 我参加这些活动 那有谁 有陈时中啊 郑文赛也坐在这里啊 所以他的政商界 的关系特别好 这个是郑文赛 对 郑文赛 这个是陈时中嘛 然后另外 刚刚这个导播 给大家看那个照片 他跟黄成果关系也很好 那因为黄成果 之前蔡英文 前总统的时候 直属殷系嘛 所以呢 他的身份非常特别 他不只是 在这个所谓的慈善界 在过去他的这个事业 还有他的出生背景 他连跟政界 都有这些渊源 所以既然他都跟 有头游人人物在一起 基本上 他的江湖地位 也就不是一般 好 董哥 所以不打琴 不打懒 就打中不长眼的 跟你讲 还要扫黑了 你就还要 所以这个吴明达 他身份可不一般啊 你来看 真的只是因为单纯的说 咖啡厅给人家 说保护费 被开枪吗 当然不是啊 这对手 找人来教训他的 你可以看 他被打的地方是什么 两个首长 两个首长撞枪 你能够做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但是会好 不会致命 他们自己开车到医院去就医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最要警告你 警告 开完以后 我自己 到警察局去投案 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有备而来的 那我觉得说当然 吴明达过去的江湖文宴 他一战成名嘛 当然杀了北联邦的唐重申 唐重申是我们自台湾自有江湖以来 长得最帅的黑道 长得最帅没有人比过他 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说 他怎么敢当众杀了人家的帮主 不怕人家来报仇 可是他就进去坐牢了 他很无敌徒刑 关了18年 以后出来就变大咖了 那大咖这些事情他都敢做啊 所以我们 可以知道 连青山宫的他都敢去开枪 黄庆岩大家记得吧 人家也是够大咖 所以你把这东西综合起来的话 他现在谁聪明了 你有时候 只要你过去是这样的话 要漂白就要做一个慈善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是什么 威政嘛 做很多好事 基金会你就会碰到很多政治人物 大家记得万华那一场 警察局长张龙兴到场 为什么 因为议员说 我地方有事情你来啊 来以后坐他旁边有角头 你怎么办 你也不能掉头就走 所以张龙兴现在当警政署长 他非常知道 那我们可以看到 吴英达 其实我觉得他心里有数 他大概知道说是谁干的 那我觉得 最主要这个跟南部那个林世杰 他是没有牵连的 他是刚好 因为这个凶手也是 也是准备很久了 那他下去 他只是把人打伤 他又不用关多久 对不对 可是他达到了恐吓的那个 而且我的枪 是美国的自治手枪 你可以看 我这个枪 可能你们其他人的集团 都没有这么好的枪 我后面还有更强的武力 这个是警告的意味很浓 那大家都知道 把这个意识弄出来的话 那以后你就不要把我们 不慌在眼里 好 淑慧 现在我看到两个问题 你来帮我们来解读 第一个是时间点 在郑文燦 在林世杰出事之后 居然吴明达 被 这个事件发生了 我才扫黑 第二件事情 他的身份也很特殊 他跟郑文燦同框过 他跟陈时中也同框过 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事情 你背后参透了什么样的惊人巧合 其实我昨天在跑行程的时候 我助理把这个社会新闻 传到群组给我看 就是台北市发生枪击案 然后我点开一看 我看到文明达这个名字 我觉得好熟 我一定在哪里看过 后来我想很久 去年在选举的时候 我的竞选对手王世坚 黄成国带着王世坚 去见吴明达 去参加吴明达的参会 那时候被另外一家媒体 独家拍到 然后媒体以说 去跟黑道拜码头的这个标题 来形容这场参会 就是这个主角就是吴明达 然后我后来 就是那个吴明达 然后一分钟以后 我就开始毛毛的 毛骨悚然 为什么毛骨悚然 为什么 因为 林世杰跟黄成国很熟 吴明达跟黄成国很熟 对没有错 黄成国跟很多这个老大 老大脚头老大 可能都很熟 可是也不是所有的 全台湾的脚头老大 都刚好跟黄成国国歌熟 对不对 那刚好在 这两个人都跟他熟 然后就前后几天而已 然后前后几天 一南一北 两个跟国歌熟的脚头老大 都先后中枪 那这个是不是太过巧合了 我觉得是太过巧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个枪手说 他是咖啡店的老板 他只是因为被收保护费不干 请问一下 如果这个咖啡店的老板 他手中有枪 他还会被收保护费吗 应该不会了吧 我如果手中有枪 应该没有人可以来收我的保护费 所以显然大家都不相信 这一个托词 而这个行凶的枪手 他是有经验的 他知道说开完枪 就像对馆长开枪的 那一个凶手一样 开完枪在还没有人发现的时候 赶快去自首 因为这样可以减轻其形 这个是道上兄弟惯用的 SOP SOP 这样比较轻 赶快去自首 所以这是一个SOP 警告 然后去自首 这样子行就很轻了 然后又跟国哥有关系 所以这到底是黑道的仇怨 还是跟政治会扯上关系呢 因为国哥他有两种身份 所以如果跟政治有扯上关系的话 那这个事情就很复杂了 延续多久的时间了 全中国都在追 这一部油罐车的足迹 为什么 他分明就是油罐车 居然混装了食用油 到处批货 让人家吃进肚子里去 还有更恶劣 更恶心的 居然拿水肥车去运水 运到不同的地方 批送让人喝到肚子里去 真捅到马蜂窝了 为什么 这些恶心的 吃的 喝的 居然已经渗透到了 中南海高官的特工链 这下你真捅到马蜂窝了 居然跟我只能说 中国地大物博无奇不有 但是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怪事 你知道怪事是什么吗 苏丹宏是不是有毒的东西 是 所以苏丹宏不能吃嘛 但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人可以把 没毒的东西搞到变有毒 就只有中国地大物博可以干的了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各位他们发现一件事情是说 原本有一台这个应该是所谓的油罐车 那油罐车有两种 一个叫做载化学的油罐 一个叫做载食用油的油罐 结果没想到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把这个油罐车先跑去了化学厂 载了化学的油 然后呢卸货之后 你知道做什么事情吗 没有吸息 就直接跑到植物油 食用油的油厂 再把油装起来 然后配发到食品工厂去加码制作 太夸张了 他们就是搞这种事情嘛 所以他们想说 拜托这是2008年毒奶粉之后 最大的食安风暴 我给你讲这比毒奶粉还严重 你怎么能想象一个国家 可以允许这样的事件 从2008过了16年之后的今天 继续再发生 就因为这两件事不能比你 因为我们刚才讲毒奶粉这件事情 是说它明知不可为之 是啊 它刻意去下毒嘛 但这个不是啊 这个就摆明就闹乌龙 你怎么会添冰到说 我去拿装化学原料的这种油罐车 然后同样再把同样的油罐车 跑去装食用油 因为这个是整个连监视计划 他们都拍到 它跑到哪里 它先跑到浙江的一个化学工厂里面去 那去化学工厂干嘛 当然是载油啊 它载的是什么 化学油嘛 他们化学油载完之后呢 跑去卸货 卸货之后呢 它连洗都没洗 就直接再跑到食物油的油厂 再跑到食用油厂 然后装着这些食物油 装着这些食用油 然后跑去干嘛 配送 因为是各大 我们讲食品工厂都会需要用油嘛 是 所以他们就看到 这谁吃到谁倒霉了 对啊 他们看到这个 来你看哦 他们说这些它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很可怕 来你看哦 第一个 金融鱼 这个是我们讲的 金融鱼工厂 甚至物流集团 甚至呢 陕西的一个油料小作坊 包括驻马店河南的这个康油厂 陕西的西瑞集团 各位啊 它等于是全部 他们现在去盘查 它的所谓的行动轨迹 跟我们当时的文章 一吊足迹一样知道吗 去查载了油轨迹 发现不对 整个全中国到处都遍布了 到处都有跑 从南到北 它都有去涉略掉 所以它这个tank里面 它已经混了那个化学油 跟食用油 然后通通配下去 通通吃下去了 对 所以中国官方很生气嘛 所以你这个行为 跟投毒没有什么两样 对 这就是投毒 因为我坦白讲 这叫做便宜形势 那便宜其实 没有人便宜到这种地步的啦 那为什么 你知道这个陕西 是他们最至关重要的 一个大问题 因为这个陕西 你知道是跟什么有关吗 跟什么有关 跟中南海有关 他刚好把这个原料 送到了来 中国特工的食品 我知道 你们说爱雨萱 到底什么叫中国特工食品 我想中国有一个怪现象 因为他们普遍 对于食安都没有信心 所以包括中南海的官员 他们有特别制作 比如说米啊 油啊 盐啊 就是精选过的 就是特工品 而这些特工品 会放在百货公司 比如说四楼 某一个神秘的房间里面 是七号房 那你一定要是高官 你才可以凭证 进去里面 而且进去里面 还可以干嘛吗 奢障 所以他们这时候就讲说 奇怪我们底下吃地沟油 我们都吃一些乱七八糟的 然后你们高官 都吃一些身体健康的 结果现在 你知道中国人民 感到心安慰 你知道为什么安慰吗 因为终于 你跟我们一样了 你都知道这个奇怪的 乱七八糟的油了 所以太惨了 这就是为什么讲说 如果他今天 进入了特工链的话 你真的 该死了 你真的捅到马蜂窝了 对 所以他们讲 为什么高官这一次 一定要严格查办 甚至态度非常严厉 说这个就叫做投毒 因为理由很简单 以前如果说是一般的老百姓 老百姓吃到 没关系 你看医生就好了 没病 不甘不幸吃了没病 但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是中国高官 你看一下 特需专攻 内部特工 这多么严格的东西 就是给高官吃的 给我们讲的 什么政部级 什么政国级 这种高官吃的 就竟然连他们都知道 所以难怪 这时候才说要严厉查办 这下就真的叫做 雨露均灾 怎么办啊 来 更恶心的在这个地方 居然 该喝得干净的水 他是用什么东西 把你运过来 用水肥车啊 对 你看我刚刚遇到这件事情 中国观望态度 就好像没有那么激烈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才是讲 化学油的车辆 跑去载食用油 结果他这是什么 他是说 原本看到一台车子 然后他在送水 到处去送水 各位就能看到 贴开了送水车 结果他说 为什么要用纸贴啊 结果民众就好奇 把那两个字塞下来 就发现说 不对 这不叫送水车 来再看一次 送变成什么 变成吸 送怎么变吸 这水变成什么 变成这个肥 它变成吸粪车啊 它等于是说 原本是不是 包括管线里面 有那种排泄物 到处去吸 到处去吸 臭臭臭臭 排泄物吸一吸 就它吸完之后 排放完之后 让我们再装水 装水之后 再去恭喜给大家喝 这中国 第一大物博 这种怪事什么都有 化学的可以拿去 给人家当食用油 连这个吸粪车 都拿来送水 拜托一下 车子没那么贵 多准备几台 有这么困难吗 牵扯到车的 是绝对没有灰色地带 习近平说 中国人的犯法 牢牢捧在手掌心 前面是人祸 再来连天灾 老天爷都不帮忙啊 所以坦白讲 如果我是中国人 我什么都不会相信的 我直接就会跑到产地 跑到地里面 自己去割麦子 自己去割西瓜 自己来吃 但你不知道 等到中国人 如果跑到产地 会发现的事情 完蛋 为什么 产地怎么通通都没有 因为他们现在不是讲 南绕北汉 南绕北汉吗 北方种什么 有玉米 就玉米 不好意思 太阳太大了 打开了都飞去 整个延后 我们讲 才能够收成 就南方 你以为想要去吃 这种好吃的稻米啊 对不对 不好意思 整个都已经被洪凑 所以以前习近平 最爱讲句话说 哎呀 粮食安全 就是我们的国家安全 对 粮食安全 是国家安全 你们现在国家 有危险了 为什么 因为整个粮食 出现大危机 极端气候关系 而且甚至是我们讲 这是天灾啊 但还有人祸的部分啊 中国是不是 常常传出说 淹水淹水 结果后来发现说 根本不是 因为雨下太大 是什么 是因为官方 整天都在泄洪 比如说以这次为例好了 湖南 总共有87个水库 他们讲 中国恐怕是 数以万计的水库 87个无预警 同时泄洪 就各位现在看到的画面 他全部的水 可以全部倒出来 结果你知道 下游发生什么吗 动物农场 直接被淹死 然后人的家里 家破人亡 各位你现在看到的 就是农场的画面 拜托啊 哎 你看那什么 那豬子呢 全都泡在水里面 全部都黑暗死 所以导致说 这民众呢 只能够怎么样 政府不救我们 我们只能自救 有一个女子呢 就是这样子 她就开车开车 然后过桥下 就过这个水寒洞 就水了 淹上来了 淹上来 你看这个男子很英勇 说来来来 我来救你 他直接用手 就把这个车窗 有没有看到 徒手把车窗 先敲碎 用手敲 再整个撕下来 把这个女子给救出来 而且不止这样 他们讲说 泡水车问题 太严重了 所以中国各地 现在怎么样 他们说以后我们造水 要有一个新方向 中国是不是最爱 宣扬自己的两栖登陆舰 那我们以后干脆 坐这种两栖登陆车 会游泳的车子好了 否则我们实在不知道 连吃个饭 都变流水席了 流水席是什么 台湾也有流水席 他们的流水席不是啊 是我这边吃 脚下水一边流 然后到还有鬼咖 蛋糕处 否则吃着吃着 可能又有东西会滚进去了 而连水库 我们讲山东 也一样被淹没 所以你就知道 在中国正常东西也不能吃 而吃这种流水席的东西 我都怀疑上面的食物 会不会都还比 用那种我们讲的西奔车 用那种我们讲的 奇怪的化学罐车 带着油 还来的安全 感谢您感谢您 нем详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